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谈了一集上海地铁的追尾 是吧 但是小柯老师不能走 有没有正题等着你聊 什么正题呢 光美就说是对今天录像也很兴奋 说谈了过去从来不谈的话题 对 因为在微博上面人家才投诉说 你们看到你们这么多年节目 你们怎么从来没有谈论过有关于音乐类型的事情 结果小柯老师就出现了 过去没谈是因为我的缺陷 今天谈是因为他的到来 这话说今天为什么能谈呢 这来龙去脉得跟大家说说 我们俩突然发现我们俩住一小区 没错 有一天早上我坐在楼下边晒太阳 他过来 然后我就打招呼 当然还养养神在阳光下 这有点老话会不会晒太阳 咱说老头晒太阳 得晒不干 咱们这个年龄得不干 真的 不干 哎呦 那咱们真的得晒晒 游泳也好 是吗 好游泳完了 跟他一块晒太阳 但是现在咱们晒晒这个什么吧 选秀吧 为什么我说你来呢 就是啊 你也表现出现在这个音乐人 都有点自相矛盾的这个人格 是吧 这个一方面呢 在微博上 你在骂这个选秀 可是一方面 我看微博上有人跟你提意见了 说我们一查 这小柯老师 怎么出席了多家选秀 各种选秀节目的评委 你这属于叫什么 端起筷子吃饭 放下筷子骂娘啊 没没没 这个这里边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我后来发了一条微博的 所以我就发现有人说这个了 我又发了一条微博 我把这个时间顺序给捋了一下 乍一看这事摆在这 的确是我好像是吃饱了骂厨子 今年是很特殊的 其实我原来很少去做选秀评委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留下了一个 评委的这么一个印象 我真是没看过 因为谈这个话题我就很空白 我老实讲我从来没有看过 但是我听说什么毒舌评委什么的 你当评委什么份儿 是会 我不行 我其实不做评委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招不开嘴 你小孩都是干什么都有 小中学生什么大学生 他根本就不是唱歌的 那么他走到这个舞台上来唱 这勇气 这劲儿就够可以的了 然后你坐在这 你是一个好 你什么都明白 你什么都懂 然后你跟着说 对 就不合 不合事 对 我自己有做过一些 其他的选秀的评委 或主持 那有生活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 读不了的评委 会比较不受欢迎 是没看点 不是 对 因为制作单位会希望你稍微读一点 你希望你稍微辣一点 选秀 就是咱们得明白这事 选秀是真是在选 唱歌唱的好的 还是 不是 我就说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在做一台节目 让大家来看 这是俩事 对吧 对 所以说 那就好了 你作为评委 你就是一个让观众爱看的一个元素 那么都有哪些 比如说你会表演 你会刷宝 你会攻击人 引起这些 这些 这些 这些矛盾 甚至你会哭 我那天看娱乐新闻好家伙 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演的 说评委都哭了 就就那种什么场面 就是反正一跳舞的一个什么 说这个女的没给评上第一啊 然后什么评委就出去做她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 评委回来泪奔啊 就哗就哭起来了 说她不参加了 就这什么呢 这我再报纸看见了 这好多事没法聊 这事 为什么没法聊 就是可能原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你明白吧 比如说 你看我讲一真事 就是今年的前两三个月 我今年参加了很多选秀 我为什么 我待会就 为什么要参加 我先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太太在中央台工作 她也在这次做电视节目 然后她做到她有很多困惑 比如说她节目播出的收视率 别人爱不爱看等等这些 我呢就自告费用 说我可以去替你考察一圈 对吧 我可以听到从真好 就闲着也没事 先我先给我替你考察一圈 所以我今天做了有中央台的 有湖南台的 有深圳的 什么做了一圈 其中有一场比赛 是一个选手 这个选手查完之后 我们五个评委要分别投一票 三比二 是胜出是下去 就是这一票 然后我投 我在这边 我是第一个 我特别好 我投不同意 第二个是周志平 说我也投不同意 第三个是王小峰 说我同意 然后第四个是肥妈 香港肥妈 说我也同意 二比二了 最后一个是一个股峰 那就是这就是你 你要来决定这个孩子的命运了 对 然后这个股峰就 对不对 说半天说半天 因为他很纠结 到最后说我不同意 好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一个事 就是淘汰了就淘汰了 但是股峰是一直从海选 就跟着这群孩子一起上来的 就等于说这些孩子 是他们从各地一点一点 选起来的 股峰啊 小峰啊 他们都是一直这样啊 所以他有感情啊 就是面对这个赛制 可是又面对感情 他又不得不拿出这个把它淘汰掉 所以当时呢 这股峰呢就有点在这就有点这个做音乐的嘛 都都比较感兴 就有点这个拿着毛巾在这擦 就有点摸眼泪 还是情真真真流落 然后摸眼泪呢 这个肥妈呢 肥妈那个性格是一个哈 就是本身就是很开朗 很开朗 很性情 对 一看股峰哭了 自己也就被感染了 也流泪 他被感染了之后呢 我就在这边我就看着 我说这好这别哭啊 这录像呢 我一看这王小峰 大张头发低了在这 也在这拿手 哎呦 真是 哎呦 然后我跟周志平我就 我就说 我说咱俩是不是显得太冷酷了 我说咱俩是不是显得太没有情感了 周志平说那怎么办 我说咱俩去安慰他们吧 然后我跟周志平就去安慰他们 我们俩就去安慰 这一安慰呢 这个就等于说这个女孩哭的时候 你别劝他 越劝越哭 没错没错 这男孩其实也这样 那就泪流成河了 结果我们过去一拍肩膀 哎我就得了 砰一把就把我搂 就就 然后直接就造成了一个五评委 在那就相拥痛哭的局面 其实这里边撒哭的俩劝的 对吧 这个真正是撒哭俩劝 但是第二天的报纸都是五大评委爆头痛哭 所以你明白吧 有的也不一定是吵度 不是的 这人是一种情境动物 我给你 他触景生情 我给你描述了这次事情的整体经过之后 你就知道很多事情 其实它不是那样的 它不是那样的 但是最后体现出来是一种 可是你说我们这事也没地说起 你跟谁说 没事 没事 我相信这个不是真的为了洒狗血而洒狗血的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上海的某个节目里面 也是这样类似的选秀节目 我是没有从头到尾参与 我大概是一三五这么参与的 我也是从出赛一直到跟到了决赛 所以就是说那些孩子 我也是看着他们一路这么打拼过来 那你知道有些可能在舞台上表现的特别好 但是他私底下可能个性不好 不努力 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的 但是有一些可能表现没那么好的小孩 他特别特别的刻苦 特别的耐劳 特别的愿意就是奉献 你就会觉得你就希望这样的孩子能上去 当你必须要亲手的把他给 登下去的时候 那个心里是真的是很痛苦的 他们下来他们抱你他们哭 你铁石心肠你也要受感染的 所以我倒不认为这种所谓的抱头痛哭是洒狗血 那什么是洒狗血呢 这个广告之后说出点真的话了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洒狗血是吧 不是我先别说洒狗血 我说这个最近的新闻 是广电总局什么发文 湖南卫视什么快乐女生 可能说明年湖南卫视就不办这个选秀了 对 但是什么青海卫视 什么还有个什么花儿多多 花儿多多好像你还说是你的一个弟子 对 怎么着发飙了 然后你也发飙了 我没没 这这这 说事怎么能是发飙 我是劝我学生 我说你就该回来回来就别 我压根你就早就说你别不该去 你不是他的舞台 对 是这么说的吧 对 那理由是什么呢 你作为过来人你给分析分析 就这个事吧 是这样 就是他你参加这个 你一定要记住你去参加电视选秀 你是去参加一个节目 你是为了在节目上更好地展示自己 而并非最终的目的是拿那个冠军 拿不拿冠军无所谓 对吧 就这么一个 这是你你说的 这是因为我们凤凰也选美吗 这我就发现了 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最明白这个事了 因为他那些个选手们 嘉莉们都会说 你这个主持人 你喜欢他 你喜欢我 或者你对他怎么都那么厉害 你对他 哎呦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在台上都是演员 都是你就是希望观众爱看 对吧 所以我觉得相比之下 我们那番的吧 这那些小姑娘在台上算淳朴 为什么啊 因为我发现他们最多就是要求自己怕说错 没说错话 他们是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恨不得自己说话 能接近国家总理的口吻 这叫没说错 这是吧 就是说说出那种伟大光荣正确的话 你看他就觉得没打班 是吧 而且这个话说的很大 都说好了 他追求是这个 但是我们另外看到 我就说说这个的还不算进了娱乐圈 对 我感觉可是我平常看娱乐圈的新闻 那可都是那种什么呢 裸照啊 什么铜啊 这个什么的 这都聊啊 这个事就是没办法 这我说这没办法什么哈 不这么干 那怎么干呢 就正当没渠道 那姑且不说我们国内的这个盗版的 音乐盗版的情况啊 这音乐盗版好像就从从90年代开始 就是就此起彼伏的 没法 啊 那么到2000年之后突然出现了就网络 网络的精神讲究分享 那么网络很有效的打击了盗版 但是并没有成为正版的朋友 他是我们敌人的敌人 但是并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 因为成本更低了 那就一个公开 原来还是道 还有一个道字 对 那现在就公开的大家就分享 那这么一动呢 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不 咱们应该是挺好 非常 我很乐意 我很高兴 但这样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产业 你想这东西经营者 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商业链条 那么录音做音乐 成为了他的一个宣传的方法 也就是一张名片 唱片变成一张名片 嗯 于是呢 他就用这张名片呢 去换他的经济约 广告代言约 演出约 一些出镜等等这些事情 那么当你的这个 这就多慢啊 这你你这么着多慢啊 所以什么叫事件营销呢 就很多这业内的人学了很多的MBA的课程之后说做事件是最好的 啊 一做事件呢 你做件好事吧 好像这 这不太行啊 好事不出门 不出门 那个事他传千里 然后他就就这一路向下 所以说前两天我看有一个那个那个那个白颜松啊 嗯 说呢 有一个神丑 说有一句话 我觉得一个诗人写的说这个呃 当然变到现在的词了炒作是炒作者的通行证 低调是低调者的母之名 哎呀 你这这么个事 所以你你这么 因为他这后边是有商业驱使的 他不是说这个人为了出名我要怎么怎么样 他是为了我要出名 于是我可以赚到更多的经济利益 你看我都从他这儿学会这专业术语了 做事件 我这好家伙 这成了一种一种是法术啊 做做事件 对啊 所以所以说你看那个就是这个 就今年这个快女 嗯 啊 就是呃 这个被封杀什么什么也好啊 我觉得原因不不不是公开的那些 我因为我跟了几场 我没有跟完 嗯 因为我为什么没有跟完呢 就刚才就说到你节目上 我就说澄清我的时间点的问题 对 当我发出了我无心去选秀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 我的确就再也没有去过啊 啊 可是我去的都是你比如说去金钟奖呢 没办法 那我我阴邪的理事留邪的理 我必须得去工作 对 呃是一进入十进几十进几 那么这些选手的所有的周边的新闻就都出来了 小三事件啊 谁谁谁是小三 一大堆照片是谁的小三 更那个就是什么事就裸照都出来了 谁谁谁的裸照呗 所以我就一看这个事哈 我就觉得这 够强了 就当时我就有预感 我倒没有预感说是停办或者停播 但是我觉得反正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呃 这种方法是肯定不可以的 因为你这毕竟是一个这么广泛的一个事情 对啊 但这个事件到底是做事件做出来的呢 还是还是偶然发生的 那咱们就不是这就没法说了 这就没法说 我觉得呢 就是说歌迷的心态粉丝的心态 没错 是热衷于自己的这个偶像 没错 嗯 但是你热衷于自己的偶像的同时 你不能那么玩了名的去踩别人的偶像 哎呦这个真的是这个听得我真的哑口无言 但是小柯老师我想请问你 其实选秀节目是从很多 我们都是呃就是国外行之有年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的选秀节目 我们拿回来 我们自己稍微在那个修修一修 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下就变味了 方式来来来呈现 那为什么在国外的那些选秀节目可以 是就这样 所以我我还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是什么 英国什么这就反正就是大人外国的选秀 我听我特别爱看 我也是 我很爱看国外 我特别爱看 因为我能我总能感动我 哦 总能让我得到一种 无论是评委说的话 或者是那些小孩也好大人也好讲的话 你真的是很感动的 最终你这是因为什么后来我分析出来了 我还写过一条微博说 这是我一直特别渴望的一种选秀状态 什么状态平等 就是评委坐在那和选手站在那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嗯 那么当关系平等之后 他们在形成了一个场 嗯 咱们这评委是一进来这选秀的 老师好 我这个 我这唱一个歌 这他哆嗦着 然后 然后这边这个评委 这歌几个全都是这份啊 你唱吧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澳洲的 呃叫做什么呃 呃 澳大利亚呃 Master Chefs 但是Junior是9岁到12岁的小孩子 他们要经过各种的考验 然后自己到市场买东西 然后怎么样完成这一道菜 我告诉你那个节目 我是一边看一边哭 我是一边笑着 然后感动到我流眼泪 我老公说你疯了吧你 但是我就觉得说 因为小孩子的真性情 跟那些大师级的厨师们 给他们的一些指导 我觉得那些话没有身锋相对 没有任何的撒狗血 小孩子好就是好 他感激就是感激 他激动就是激动 我觉得那种真性情 我觉得那个才是 观众想要看到的东西 说到这个事吧 就是另外一个事 哎 什么事呢 就中国的这个中系啊 电视学院啊 就是学标演的地方 第一节课你就叫什么 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 哎 后来呢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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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了好多国外的 我说你们那有这课吗 人家说我们这反正有 有秘书 但基本上不太用 不不怎么上 嗯 可是咱们这呢 有的学生啊 上了四年学 毕业的时候 天性还没解放 哦 它是一个本身性格中的一种 当然这种性格 你说是民族性 还是我们的教育俗事 我我 你这讲的就深了 能讲到五千年 上下五千年的 所以就刚才你说 我所说的表演是什么 就是我们都要很卖力的 去展示 用五官 你可能才能做到那个 嗯 外国人他不太用 没错 他就很自他就那样 没错 所以你比如说 所以我老说 中国你让什么测谎仪啊 我觉得完全在中国不能作为成功 因为就我自己的体会 你看我主持人说假话 我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说真话 我得弩半天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说到根上 你觉得不一样 跟外国不一样 关键还是在于 这片土地上和那片土地上的人 人不一样 你甚至很难说出谁要为这个不一样负责任 因为咱们都是共存共荣的 都是一样的 你也生活在这个里面 你上了台 你什么范儿 到什么场合 你说什么话 你想想 你在这个土地上成年人又如何了 对 对吧 你希望说孩子他能怎么样 他要一针 他抢银行 那也不对啊 对吧 我注意到你们这次像王晓峰或者几个专家都在讲 就是说这些很年轻的选秀的歌手 唱的都是前辈的唱法 20年前的唱法 说我们都听着老了 你这样年轻的孩子 你没有自己一个独特的 自我属于你自己的唱法 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音乐真正怎么回事 没人知道应该从哪开始 进入 就怎么说 就专一点吧 就比如说你咱们学 我要学语文 你都知道我要从哪开始写字 先读什么书 一层一层的递进 最后你到一个什么水平 最后你都看一看什么 这土耳斯泰你都来了 尤其是流行音乐 古典音乐你还知道 比如说弹钢琴 我先弹拜尔 汤普森 然后599 什么849 你都有一套系统可以 流行音乐呢 你他没有系统 所以对于广大的孩子来说 学流行音乐是不用学的 就是只要我唱 我就会了 我能唱下了一个歌 我就行 我卡拉OK 我麦爸 我就行 他完全不从一个说 这是一门学科 你要从根基一点一点的来学 当你有了体系之后 你自然知道什么方法是落后的 什么方法是先进的 什么样的音乐因素是当代最流行的 什么样的是out 所以他压根就没这种体系的时候 他就得一个自个儿的 他能唱谁 他就唱 换句话说 现在这个民主投票 民主投票选出来的是唱歌唱的好的吗 也不一定 你要是外国民主投票 是不是选出来的 相对就是唱的好的 外国的选秀 他唱的好可能是一个因素之一 他需要一个套餐 对 他是一个whole package 他可能还有很多感情层面的这种状态 你包括上次我看那个老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突然唱歌剧 那一刹那 那种反差 高潮 所以这还真实